记者消防起台北报道 NANA西田会理耐控诉白云劈腿 又曝光床照 后遭白云开脸书大骂 闹得满城风雨 其中吴宗宪劈他大嘴巴 却也无端被卷入是非 有网友表示 如果是吴宗宪女儿 Sandy遇到这种事 是否还会劈他大嘴巴 让吴宗宪反击个人造业个人 但对此名嘴吕文婉也心疼 Sandy遭卷入 发文痛批一马归一马 吕文婉捍卫家人不遗余力 翻设字脸书 吕文婉表示言行被放大简视 隐私被赤裸裸 谈在阳光下 对公众人物而言就是只有任命两字 但对于吴宗宪女儿 Sandy被网友点名 他则不满表示家人是最终底线 即便是天皇老子也无权侵犯 若有谁敢用误会 自演伤害女儿 绝对把老命给拼上 即便躲在键盘后面 也是必会揪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